民陷害威 Coro切名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土与狼的频道 我是兔兔 浩 ant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完孩子了 这一路走来 到底有哪些觉得很值得 而且不后悔做的事情 整理基点的来分享给大家 但在这整理的过程之中 其实我越整理觉得越害怕 我也觉得很害怕 因为我们看完之后 整个就觉得 原来我们这一度ION 走来花了这么多钱 开始计划对小孩子 我们就开始一直努力 规划 然后达成目标 在迎接小孩 金額堆積起來是非常可觀的 但現在還是覺得很值得 好啦 不賣關子直接賣入第一點 第一點我們不後悔的就是 買了房子 我們有了我們自己住的地方 因為在這之前其實我們就是租屋嘛 然後為了要存錢 我們跑到志勇去租房子 房租比較便宜然後空間有夠大 林口家在裝潢的時候 因為疫情關係有延宕 然後我們有跟原務主想說要延長我們的租約 房東人也蠻好的啦 但是他其實也 有一點為難 他說他其實剛好也打算要搬回去 所以他想把房子收回來 還是讓我們延 但是就不太能夠延太久 然後也讓我覺得 還好我們先有自己的房子了 就是你就不用煩惱說 租的房子 屋主可能有其他支援的需求 我們就得要搬家 而且搬家我覺得很麻煩是 租房子最麻煩的是寵物 很多地方不能養寵物 然後以及你的空間夠不夠大 接下來有小孩嗎 我們就是期望小孩有自己的房間 還有費用的考量 房子不能續租就要臨時 趕快去找到符合條件 我覺得就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前幾天有回家整理一下 然後就發現 小孩房其實要一直重新規劃 空間需求的規劃 就他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我們也很需要足夠的空間去做規劃 一直改動一直改動 好險我們那時候買的房子 我們規劃的四房也是正確的 一個小孩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自己要工作的房間 跟我們要睡覺的房間 這也是我們覺得 真的很不後悔的 他有一個不後悔的地方是因為 房價一直在漲 我不是在說我們買了這個房子 它漲了然後我們賺了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這是要買來自住的房子 不後悔的地方是 如果我那時候沒有買 我現在很買不起 不是可能 我覺得就是買不起 你一定要少一間房 以零扣帳的速度 我們能夠負擔得起的 就是硬生生燒掉一間房間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好險 有買到四房 真的是好險 而且四房的案子真的好少 現在很少了 好啦 恭喜我們之後的兩位寶寶 你們都有自己的房間好不好 媽媽們很努力了 真的 好累喔 來 第二點是 我們換了車 我們那時候是開福斯的Polo 然後後來是換 Tiguan H.O.V 大很多 因為其實以前開Polo的時候 它的後車廂真的很小 很適合我們以前兩人生活 夠用 但我覺得有小孩完全不夠用 快要生寶寶的時候 我們開始把那些嬰兒的 嬰兒座椅啦 我們車子一半已經用掉了 嬰兒雖然很小一個 可是它的周邊實在是有夠多欸 我如果不放推車 我就要自己扛它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我們應該沒辦法 那為了就是 我們那一天出去行程可以順暢 我覺得它還是有自己的推車 然後我簡直不敢想像 如果我們之後 規劃長一點的旅行的話 就是我們東西少帶一點 我直接回答你 我還是覺得很划算啊 換了大車之後貼的錢比較少 所以我們覺得年份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比較久一點點 比我們那台小車還要久 我們那小車算很新 因為我們落地一年的時候賣 賣掉換了一個大概五六年的 所以貼的錢比較少 可是我覺得依我們的家庭需求 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這其實要帶到一個議題 就是你又買房又換車 哇 你們是多錢 這些事情是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去完成 只是我們現在在這個時間點去 回顧 好像我們慢慢一步一步做 因為其實它很難 一觸即成 今天要講到成語 我覺得這些規劃都是 比較久之前 賣房我們規劃很久欸 從我們想要買的那一刻 然後存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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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倒覺得開始可以看 然後再找到合適的 這些其實都是長時間的計畫 其實又有一個議題是 難道生小孩就一定要有這些東西嗎 我覺得真的看個人需求欸 我不知道是要形容保守還是龜毛 但我就是希望有自己的車 因為我沒有把握 我可以把小孩教得很好 尤其在公共區域 覺得也不要打擾到其他人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在那之前 我會希望有自己的車子 可以好好教小孩 然後加上我其實 從以前工作性質需求需要開車 我也蠻喜歡開車的 我們的偏好是如此而已 金打氣算 我們超會金打氣算 我們房子也是買新古屋 但是這個就是有期風險啦 那就是看每個人評估狀況這樣 那我覺得第三點比較像是 前面兩點前置做完了 比較像是家裡空間的配置 空氣清淨機 家裡選的空氣清淨機就是 Honeywell小唇HPA400 剛剛開始接觸妙麗跟貝貝 我就瘋狂打噴嚏 一次可以用掉半包衛生紙 你一直戴著鼻音 可是你又覺得好可愛 然後不行 我要去醒鼻涕 然後就用掉半包衛生紙 所以我覺得空氣清淨機 其實對我也是非常需求的 家裡空間每處都要擺一個 對我也很需求 就是因為有養了動物 毛小孩 更需要空氣清淨機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甚至是在 懷孕期間你就要好好的去準備 很多人會想說 小孩出生的都要給小孩最好的 但其實從懷孕的時候就要從媽媽照顧 我們有查到有些資料其實是顯示 如果孕婦在懷孕期間接觸過多的空污的話 比較高的機率會生出過敏而高 大家未來寵愛小癌的時候 其實應該從媽媽在懷孕的時候就要開始寵愛 你就從我就好了 媽媽收拾寶寶就收拾 媽媽心情好寶寶心情就好嘛 這是你恭喜弟弟的空氣清淨機喔 這樣他就不會對你過敏了 你們就可以這樣相親相愛了 你就可以這樣看弟弟啊 有沒有 會胖 我們來幫兒子開機吧 我超愛這個聲音的 他這裡可以直接這樣選他的大小 如果你很懶的話你可以這樣偶頭 我覺得這個最讚 根據實際的空間狀況 然後來幫你偵測要用什麼樣的風 他會幫你判斷 我覺得很聰明啊 為什麼這台很適合孕婦跟寶寶 是因為他的進風口比較特別 底部還有兩側 因為髒空氣其實都沉積在下面 所以他從底部進風跟兩側進風 就可以讓寶寶在爬行的時候不會那麼髒 我直接拿我們那個順產師先來測試 這是很簡單的 我把風量開到最大 好 他就會吸進去啊 進風就是會吸進去 然後側邊也是 側邊 側邊進風 那出風的話就是會這個樣子 大家看得出來是出風的樣子 真的覺得最髒的地方其實就是 就是底部 尤其廢之 唉唷 要換水啊 你髒嗎 然後他現在啊 連動Honeywall的APP的話 就可以直接用手機操控 他的介面其實蠻一致的 就跟上面那個環是一致的 然後到最大的話是 有沒有聽到風速在變大 對 然後也可以設定自動 然後以及就是 大濾網的健康度 也可以在這個APP上面看得到 選這一台原因當然是因為他 有一些我覺得很貼合寶寶設計的部分 尤其如果說像我們一樣要打造嬰兒房的話 那種家具啊 大家都會擔心有什麼價權 所以其實就應該要 弄好之後就應該要先擺著空氣機讓他跑 所以在恭喜真正住到他房間之前 我們就已經開空氣機 一直讓他這樣run了 欸我覺得他真的很幸運欸 你自己想想看那時候我們買房子 然後到我們裝潢好 這樣也差不多隔了一年多 然後還這樣空氣清晰機給他 一直除一直除 他真的是個 我現在開始在 羨慕記住自己的寶寶嗎 沒有我覺得我們兩個很辛苦一起打拼 我覺得他來的時間也剛好啦 就是差不多在我們做的 努力差不多開花結果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長期計畫欸其實 對所以我覺得他來的時間點是最好的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來 下一點就是我們新的 居家清潔 大家知道我們那時候拍了一支影片 叫做公主型孕婦 這個小奴婦就一直被操到 整個人快崩潰了 快要爆炸了 孕婦我被伺候 心情反而好好的都沒有爆炸 但是小奴婦就有一天已經受不了 在半夜大概兩三點的時候突然爆炸 然後我就被他逼到無路可走 所以現在要怎樣 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沒有辦法幫他分攤工作 情急之下我就說 那要請人來打掃嗎 他說請 半夜兩三點 Polling Call大家庭說 有沒有誰要接 居家打掃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說 試試看 看有沒有用 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 因為我雖然有很多機器 會幫我掃脫地嘛 有一些死角 或是有一些檯面的部分 那個必須還是要自己掃 我都沒有時間去掃 那我就覺得 我不想 我不行 我好累 其實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 他會因應你掃過的地方 他會自行去做調整 他就是專門來幫你弄那些 細縫的地方 我後來才覺得 掃脫地大家都想說 就是掃個地脫個地 沒有 我覺得他們專業的人在做的時候 會變成是 整個地板要完全沒有灰塵跟毛髮 因為像我們 一般人在清潔的時候 會變成是 你在那邊吸吸吸往前吸 回頭又地上又都是毛 就覺得我剛剛都吸過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 清理的不夠乾淨 而且 有一些貓貓躺過的地方 貓窩我都沒有處理 我們這位大姐 她非常厲害 她為了要弄乾淨我們家的地板 她很常就是包包裡會 腦出一些小格西 她一開始前幾次來 會有一些小牙刷 小什麼東西 那些東西就看起來 你就會覺得 理解理解 有一天她拿出了 一個刷貓的 她在找罪魁禍首 因為那些貓一直在釣毛 她覺得不行 我把你們每次都輸一輸 我再來掃那個家 就是要找出這個 地上不清潔的根源 好像有請人來打掃 然後打掃的好處就是 可以幫我們掃一些有平常 不是很像掃的地方 然後一直都是很費力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幸福的 這個是 剛行旁邊的小控制 這真的很小 然後動物的毛 其實都會跑進去 阿姨就會幫我小得很乾淨 我覺得很感謝 還有這種邊邊小小的空氣 都是最後卡毛 但現在都已經沒有毛了 自從有了居家清潔之後 我每天都過得很幸福 每次打掃完之後 家裡空氣真的不好 我覺得很乾淨 我真的喜歡躺在地上 抱著萬歲滾來滾去 不後悔 而且會持續繼續好不好 下一點是 住月中 對這聽起來又是一筆錢 但是我覺得 生完小孩之後 我可以感覺到兔兔很明顯的 元氣大傷 月中有護理師照顧你 我覺得很棒 而且等到你真的回復的差不多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們也很多事情要忙 恭喜抱戶口 以及我要辦收養的那個流程 我們很常需要外出去辦事情 這個時候月中就可以幫忙照顧恭喜 很值得 我覺得月中真的是一個很好的 先接你有寶寶這件事情 對 它讓你有點像是 慢慢習慣你有寶寶 這個寶寶融入到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開始要重新調整 然後你必須規劃到有這個寶寶 在這個陣痛期的時候 有人可以幫你照顧 然後你一邊也可以學習如何照顧 那有什麼問題他們都會協助 我覺得很棒 其實很推薦沒有後援的家庭吧 我們應該算是沒有後援的家庭 主要是我比較想要自己帶小孩 當然這也是個人選擇 很不後悔這樣 以上就是我們整理出來的 幾點分享給大家 怎麼覺得 養小孩貴齁 好可怕 我們為了養這個小孩 然後光錢置就 籌備了很久 然後花了好多錢 然後又剛好他來報到 我覺得很可怕的地方是 這些錢都是分開花的 當然有些很大一筆錢 住月中一次就是要直接出去啊 車子是我們大家一起的 或許會覺得還好一點點 等到這些全部統整完之後就覺得 好好 好好 很嗨齁 你都不知道自己前面努力了那麼久 然後時間咻就過 我只見那時候我們真的是埋頭苦幹 對我們埋頭苦幹 幾乎沒有什麼休息時間 我覺得好累喔 沒有其實我們現在也沒有休息時間 你自己想看我們坐在月中的這段時間 我們有多忙啊 因為他要自己帶小孩 那就等於是 我們工作要提前做完 兩個人做的事情要趕快先完成 因為之後一定有一個人要被綁架 在他打完預防針出關之前 分享給大家這些覺得很值得的事情 我還是要強調這就是 我們的選擇 然後以及我們很喜歡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 每一個人可以再依據自身的情況去做調整 也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那只是說真的很推薦 也是經驗分享這樣子 那有什麼其他的是 你們也覺得很不後悔 願意再跟我們分享 好啦喜歡的話記得按著留言再分享 想說掰掰 來 生養一個小孩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不管爸爸們媽媽們 大家都辛苦了 我覺得養小孩這條路就是 不要想這條路 每次這條路出來下面就會想不歸路 你至少有一個 十幾二十年都是不歸路沒錯 但是這是一個體驗 我們也在經歷這一切啦 當了媽媽之後 我有一個新的不同的感受 那時候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是想把全世界給你 什麼好的都給你 現在依舊是 但是不同的是感覺 又一個小孩 除了給你一份也要留一份給他 所以我要努力兩個 加油 主要是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很多家長會想要把好的都給小孩 我們其實在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我們沒有完全的去察覺 連結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在做 但我們沒有發現 而且Ningga真的是找到 我們還沒有他之前 就已經在規劃他了 就已經想要把最好的都給他 啊 跟你講的好感人 察覺到了齁 所以天下的爸爸媽媽都很辛苦 辛苦大家了 我們一起在育兒之路上努力 就想接不歸路了對不對 拜拜 哈哈哈 不要打扮 不要打扮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